李公公 这仿佛是红玉髓 和玛瑙很像 若不细看 极难分辨 家贵妃娘娘果然好眼力 确是红玉髓 这红玉髓 也不是什么名贵之物 皇上怎在想起 拿她来做补药 孝贤皇后在世 最不喜奢贵之物 皇上近几日 对孝贤皇后思念不疑 所以 特意用红玉髓制成布瑶 以表对孝贤皇后 简朴地尊重 如今 家贵妃娘娘万人之上 可明白其中的道理 原来皇上有如此深意 谢谢公公明年了 还有一事 奴才须禀名家贵妃娘娘 如今皇上说 皇贵妃私通之事 涉及大师 又有七宝首串为证 所以皇上 让各宫都写下七宝名称 您未分罪尊 此事须从您宫中而始 不知您意下如何 既然皇上吩咐 本宫自当遵从 到一切都要是 皇上吩咐 皇上吩咐 这家有国的还认我 一切都要是 最后来 给您了 我 不认为 你 要是 那才是 真叔 虽说你不会写中原文字 可也要认真地写 是 都写仔细了啊 写完右手 还要用左手写 不跳不会子 太阳奔 但是你就会住 你会把射暖 你带你 你会把射暖 才知道 真的 我会是 你会不会 做人 你会 reset 真是姑姑这字 可真是不好看 得嘞 这字啊 得让皇上教教 李公公 我这字这么难看 就不必给皇上过目了吧 这字难看也得有个边啊 真是姑姑 跟我们走一趟吧 带走 朱儿 朱儿 好好的你叫嘉贵妃娘娘干什么 别精致让她的胎起 走吧 朱儿 站住 嘉贵妃娘娘 您怎么挺得肚子跑出来了 赶紧回去吧 小心龙胎啊 李玉 你好大的胆子啊 为什么要带走朱儿 皇上有句交代奴才魂忘了 皇上说 谁的字要写得最别扭 也得带过去瞧瞧 这不 就把真是姑姑带走了 您可要保重荣泰啊 真是姑姑 走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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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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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他 你 他 你 这字那么难看 可是你的笔记啊 是奴婢的字 那这些年来 家书总是会写的吧 许是许久未写 有些生疏了 生疏 皇上 奴才派人在真书的住处 搜出一封未写完的家书 字迹完全不一样 请皇上过目 这可是你写的 字迹捐绣 为何和李玉审的差别那么大 皇上恕罪 方才李公公来宫里测赐的时候 奴婢心慌得很 所以就写得潦草了些 心慌 我看你是故意为之 这字的事情啊 朕先不追究了 李玉啊 这是玛瑙 是朕赏给你的 你选个好的带回去 穿成链子带着 也算是犒赏你这么多年 伺候家贵妃的新郎 奴婢 多谢皇上赏赐 李玉 方才这让你送给家贵妃一对不遥 她怎么说啊 家贵妃说谢皇上赏赐的红玉碎不遥 她倒是认得清楚了 这两个不是玛瑙 都是红玉碎 你不能分辨二物 难怪连大师修行师所拥的七宝 只用红玛瑙都不知道 皇上 奴婢准备不是宝物 还请皇上恕罪 李玉 将真书送去慎行寺换索信出来 告诉慎行寺 对真书哪里都可以用刑 唯独不能伤了手 直到她可以写出和黄贵妃一样的自己来 奴才救救去 带走 皇上 奴婢冤枉啊 皇上 奴婢冤枉啊 皇上 奴婢冤枉啊 黎玉啊 你好生地送索信出来 让最好的太医给她瞧瞧 这明日啊 就是中秋了 你去益魂宫告诉皇贵妃 朕等着她 主持中秋佳宴 奴才明白 灵大人 灵大人 怎么了 快去请姜太医 一同接索信出来 走 快走 朱儿 您别动得太气了 事情已经这样了 您得先把自己摘出来 可别扯进去啊 我先喝了 我一定有想办法把证书救出来 你